天啊! 不是吧? 真是的! 很像的形狀 大家好,我是老弟手天佬 今天來到這裏,其實是蔥尾 大埔的一個地方 在大尾篤的附近 今天來這裏做什麼呢? 就是尋寶的 今天天空什麼做美? 下雨! 但下雨也沒有了我尋寶的精神 除了我之外,大師兄也來了 不過他不想的 好,小必遲了 現在就馬上去尋寶了 Let's go! 好,我們現在就要走過對面河 看看 好 希望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 等一下,我要戴手套 糟糕,等一下 等一下,我真的 十年沒走這些山 不要跌倒 嘩,很苦的 其實在五六十年代 庭灣淡水湖 因為劍霸柱水 淹沒了六條村莊 而這裏,蔥尾就是其中一條 但是,因為在水退的時候 這些村莊 廢村就會浮染出來 今天我們就和大師兄來到這裏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和物品 不過順帶一提 因為下雨的關係 走這些溪隔是相當危險的 不過呢 小弟有專業的訓練 和穩借的技巧 所以就不怕的 不過呢 大家都不要學我了 你完了 好累啊 嘩,好險峻 今天不是掘地 好像來歷奇一樣 我們現在呢 到了 到了十分之一的路程 我們目標是衝進去裡面 但我們現在只是一條河的沿岸 好 現在進去 衝啊 Let's go 好,剛剛進去樹林 大師兄說 這一棵是火龍果樹 大家看看 他說呢 有爬藤爬著 這些是火龍果 但是沒有火龍果 這棵是 沒有果吃的樹 好,繼續出發了 好,繼續 我們明明是尋寶 唉,現在變成了 好像人在野 現在走進了這裡 不說真的 以為是阿馬勝的心流 大家 這裡是蜜林 我不管的 唉,不說了 繼續走 嘩,師兄走得很遠 先走慢一點 這個呢 我們正在進去 但現在下雨了 條路有點滑 然後呢,師兄已經走了很前 好可憐 嘩,好可憐 師兄 是不是到達沒有的地 不去了 不去了 我們先在這裡開裝 咦,這裡嗎? 原來回去 好 我們現在正在這裡開裝備 因為雨勢開始頗大 快點速戰速決 好,現在立刻開裝備了 現在它正在上面掛地 好像找到寶藏 不知道會不會有汽水管 不過這裡 沿路一帶 應該不會有人走 也不是汽水管 最多是子彈 好可憐 好可憐 喂,銅錢? 是不是銅錢? Yes 嘩,竟然這裡有銅錢 咦 比這正成的尺寸小 哦,對 哦,對 看得到一個字 是一個西字 西不西? 看到那個西字嗎? 對 是什麼銅錢呢? 不知道 西銅錢 我只看到西字 你快點開裝 好 全部觀眾等你 好 剛剛組裝好了 但是剛剛沿山一帶 都是沒有發現 但師兄剛才掘到銅錢 希望我都可以掘到銅錢 因為我這麼久以來都沒有掘到銅錢 希望這次可以有機會掘到銅錢就好 這裡一般都比較沒有什麼人走 所以都比較少些金屬銅錢 所以呢 我剛才以為我忘記開了 原來是有開到 但是找不到金屬 現在2比0了 剛剛大師兄又掘到銅錢了 現在看看 先看看 有怪了 你這個比剛才那個大 啊 這夠了 蛤? 不夠了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啊? 怎麼不夠 好 快點 嚇死 對啊 這個比這個大 我們立刻看看是什麼 很清楚 這個是後面來的 前面有色普通的 天龍 天龍啊? 這個很清楚 天龍普通 以前都是用繁體字的 不是用殘體字的 好啊 現在2比0了 我要努力一點 然後就掘銅錢 好痕 好痕 這裡啊 這裡啊 這是什麼? 是鐵 鐵 鐵嗎? 但是這個數字不是鐵 鐵嗎? 大架的鐵也是這樣 三瘦 哦 不可可 不可可 更加不乾 啊 哦 啊 啊 OK 要去測試嗎? 難道銀行嗎? 對 不會啦,很小 真的行啊 嫌他無論如何 aż 可能是這塊? 好啊 真的 好 可以在上面 好啊 真的好大塊鐵 好啊 不是吧 真的 形狀很像的 不像 不像 真的挺像槍 真的像 好啊 我知道是什麼來的 斧頭 菜刀 柴刀 真的啊 好啊 嘩 我死定了 這麼可憐 蛋頭 一顆 蛋頭 蛋頭 這裡也有蛋頭 就算了 公眾看看 這顆就是蛋殼 真的是實彈蛋殼 真子蛋 不是練習蛋 條片差不多到這裡了 因為已經掘了3-4小時 整身都濕沙 不是汗水是雨水 因為這條山路太險峻了 可能同時拿著鏡頭 又拿著探測器 所以今天我是2-0 輸給大師兄 大師兄 找了兩個銅錢 而我呢 就什麼都找不到 除了銅錢之外 這些 不知道是什麼 這些就是釣魚的圓 這顆就是9mm子彈 的蛋殼 記住 千萬不能拿回家 至於這把刀 應該是斬柴用的刀 聽大師兄這樣說 這些就是石紙包裝飲品的石紙 這次收穫雖然不是豐富 但是掘了兩個古銅錢 其實都算不錯 聽聞這裡其實是一條荒廢的古村 大埔什麼都有 好像上次的影片都說是有古村 大埔原來這麼多村莊 還是被淹沒的村莊 好啦 差不多了 其實每一次尋寶 都不一定有很好的收穫 不過每一次都有一個新鮮感 有一個刺激感 大家如果繼續喜歡看我這些影片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盧地秀Dino 還有下面的Description 也都有大師兄的頻道 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追蹤大師兄的頻道 他的影片更加專業 好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見